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老公有点做贼心虚 背着我偷偷打手 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 我怎么归弄他 我得让他知道知道 他媳妇我就是中华38版007 老公 我要洗脚 来了 来了 媳妇 给 这啥呀 你不刚才说吗 老公 我要手表 你哪只耳朵听见我管你要手表了 那你说啥呀 我要洗脚 洗脚啊 洗脚 手表 听得不差不多 我给你接水去 姐妹们 我的经验大家千万不能忘 一旦你老公出现这种心不在焉魂不守舍霜 那百分之百有情况 来喽 哎呀 给小乖乖洗脚了啊 哎呀 这小脚啊 软乎乎的 我这小脚 软乎乎的吧 嗯 软乎乎的 把软乎乎放小车上 那就是推软乎乎的 那你看这只硬卷觉得是啥 我让你洗脚 你洗鞋干啥 我是媳妇 这先洗鞋后洗脚 程序合理 身体好 你们家合理程序就是先洗鞋后洗脚啊 对呀 那咱家的程序不就是先洗口罩后洗脸 少废话啊 今天你可有点不对劲 不 不对劲吗 天天我不都这样吗 是吧 哎呀 心里有鬼吧 心里有你 你才是鬼呢 说吧 是你自己交代呀 还是我使用点非常手段 你再往外吐露啊 我 自己交代呗 说吧 今天都背着我干啥事了 我 我 说呀 我 我 我接触异性了 你接触哪个异性了 我 我 我 就楼上那张奶奶 她今天那个买菜 她拎不动 我给拎楼上去了 你现在学会跟我玩概念混淆了是不 媳妇啊 我压根我就没啥事 你可是 你成天一事一鬼的 你小子是不见骨灰盒打死都不哭啊 非得让我给你提个醒啊 哎呀 那就请你给我提个醒呗 我 你今天中午给李斌打电话借钱呗 没 再说一句没 没有 你再说一句没 没 没借我 借没借你那是另一码的事 你说 你借钱干啥 我 媳妇 你从哪看着李斌的 我跟他说啥没有必要向你汇报啊 你就说你今天借钱要干啥 不是 李斌跟你咋说的呀 少废话啊 你真逼我动手是不是 没没没 媳妇 我说不说 不 我 你说不说 不是 你说不说 说不说 媳妇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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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你老家那儿啊 你到底说不说 我 我这不快说了吗 说 我今天早晨吧 我 我上班 上班啊 我就没赶上公交车 然后我这时候 我就看着马月了 哎 我想啊 我跟马月 我俩就 一到啊 我就接他那车 哎 我就带着马月 刚一走 夸叉 结果老头给撞 当时交警就过来了 罚了五千块钱呢 我三千 他两千 哎 那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送去呗 你给李斌打电话 借啥钱呢 我不行啊 你反马月嘛 我就没敢告诉你 哎 这事儿 就这么简单吗 那不就这么简单吗 还有多复杂 你看你这人 真 是假的 哎呀 哎 你说 你大清早 七人马月 这电动车 回头给老头撞了 人马月还打两千块钱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 给马月打个电话 道个歉呢 这 不用 不用 你先打啥电话 你有他电话呀 没有 那就好办 啥 不是 我说那个 这事儿的好办呢 媳妇你看啊 这样啊 过两天呢 我看着马月 哎 然后呢 我把他电话邀来 你再给他打呗 不用 我有他微信 啊 马哥马哥你在吗 在呢 咋了 弟妹 啊 是这样 我老公今天早上跟你在一块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我跟你嫂子在三亚旅游呢 我都出来半个月了 那个 回去的时候 我给你嫂子请你俩喝酒啊 谢谢马哥啊 咋解释 不是 那个 你 你刚才喂的谁 马月啊 你不是早上跟他一块儿撞的老头吗 我啥是说马月了 我说的是文月 电视台那个 文化的文 月飞的月 文月 哎 不信呢 你给发微信 没有 打电话也行 也没有 哎呀 那这事 那也不用我了吧 我就纳了闷了啊 同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两口子 他咋就不能互相信 我 谁啊 大哥 在家吗 文月 呀 呀 你这是文月啊 嫂子吧 快进来进来进来 再家了哥 进来进来 文月啊 你来正好 你给哥做个证明啊 今天早上 是不是咱俩骑车给人撞了 有这事吗 是吗 有 今天咋我跟我大哥骑电动车 对对对 电动车出门口给老太太撞了 点老呗 咋样我没撒谎吧 你刚才咋跟我说的 骑车给老头撞了 文月你咋说的 那个骑车给老太太 还是老头啊 啊哈哈 你啥眼神啊 哈哈哈哈 你们啊 是这么回事 这大冬天天太老了 对对 说得厚 那谁知道 那是老头吗 还是老太太呀 看不出来 那是老头吗 长得挺像老太太 哈哈哈哈 快去 哎呀 大兄弟 你这是 你这是干啥呀 哎呀 哎呀 嫂子 我习惯了 那个 没事 我家还有事啊 我这不多态了 我走了 我走了 你嫂子啥你 我不喜欢 哎呀 你家嫂子太猛了 我本来合约上你这多我媳妇 今后我一来 情况不对啊 我媳妇比你喜欢真的 温柔多了 我老幸福了 你呀 等着明年让我见证你啊 保重啊哥 我摔摆 不是我摔摆 不是我摔摆 媳妇 我新买的键盘 你别给我跪坏了 拿倒吧 都跪坏半打了 不差这一个啊 把那媳妇给我拿过来 臭嘴里呢 不是 你写离婚嫌疑了 啊 我跟你说啊 不管你写啥啊 怎么给我离 我不跟你离 你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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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块钱 够了不 我媳妇啊 啊 你知道我拿钱干啥不 刘佳佳她爸 在医院抢救呢 押金不是缺三千吗 我说媳妇啊啊 啊 你能不能不这么考验我呀 啊 我跟刘佳佳 我俩那是大学时候的事了 自从咱俩结婚以后 我压根就跟你们没联系过 别说了 我也没问这么多呀 来 把这钱 快给刘叔叔送去 啊 不是 真的 媳妇 真的 哎呀 你咋真好呢 好不 好 哎呀 哎 哎 不对啊媳妇 啊 你咋知道这事呢 废话 你的同学圈里也有我 哎呀 这同学圈啊 太坑人了 哎 走 我陪你一块去 走 哎 等会儿去吧 啊 没换鞋呢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小品又是一个充满爱 又是